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到用意 用气 用神 这个谈的比较多 比较多 那么现在呢 就是说今天呢 我们聊一下 在太极圈的练习当中 前面我们讲的那些意啊 气啊 神啊 这些东西 很多人在没有达到层次的时候 他听得迷迷糊糊的 他听不明白怎么回事 那么原因呢 就是他没有到达这个 神意气这一个阶段 他为什么没有到达 是因为他时间短 或者有一段时间练了一年两年 他没有这个体会 这里面有一个前提 就是我们找意啊 气啊 神啊 这些看上去很虚无的东西 要感觉到它的存在 要找到它是这个实实在在的东西 要找到神意气它的积极的作用 那么你要找到这个东西 它有一个最大的前提 就是要松 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谈一谈太极圈的松 这是一个最大的前提 离开了太极圈 离开了太极圈的松 一切神意气静等等 太极圈的所有的东西 养生呀 积极呀 健身呀 都无从盘起 无从盘起 那也就是放松 是一切太极的技术的最最基本的前提 那么今天我们聊的是什么呢 我们聊的就是 关于这个放松的一个方面 哪一个方面呢 就是松开 松开 我们讲松 要松进 松透 你进要松到底松透 要你松到这里 那它不下了 这边上面都松了 底下是僵的 那么就是没松透 要松到脚底 松透 那么下面没松 上面松了 那就是什么呢 没有松干净 松净 底下也松掉 那么下面呢 就是说松开的问题 松开的问题 松开的问题 有很多朋友感觉到 松好像比较容易 我现在想着 往下松 我不用劲 好像容易 好像松开 就是什么呢 很多学习太极拳的时候 他知道松 但是呢 你让他松开 他怎么松开的呢 他是用自己的肌肉把它撑开 把它撑开 把它撑开 大错 特错了 松 我们说的松开 是什么呢 我们本来人像一个 像一个 像一个 一树那个 一树那个卖街 或者一树稻草一样的 都是捆在一起的 我们松往下松 可以 但是我们要松开的话呢 不是你用劲往外撑的 那么要想松开 首先 你松透 松到脚底下 首先要松透 就是你松开的前提是松透 我上边是松的 我上边是松的 那么下边也要松 松透了以后 肩胯到脚脖子都松透了以后呢 那么这个时候 它就是开的 为什么就是开的呢 你不开开 它就松不到下面 那就是说 松开 是你松到一定的程度 它会自动的开 而不是你把它撑开 就像一个什么呢 我们一一堆沙子 我们一堆的高的时候 它往下滑 到下面的时候 它自动就会往外开 我们说一堆 比如说一堆稀泥 比如说稀泥 一堆稀泥 我们想把它递高 但是递不高 为什么 因为它很软 它会塌下去 这一堆稀泥 它会塌下去 它塌下去 它塌下去 到哪里去呢 你中间又没有桶 束后的它 那么 由于它是一个像稀泥一样 往下松的时候呢 它自己就向旁边开了 你放下一松 它自己向旁边开 不是你向外撑着的 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非常的重要 为什么说的重要呢 因为你松透了以后 你松透了 它就是开的 它就是两边开的 我们说一个人把它分两半 对吧 你分两半怎么分呢 你自己人为的把它分两半 这个 好多朋友说 松的时候 哎呀 松了腰酸被痛的呀 松了哪个地方疼了呀 这就说明你松的是不对的 松开是非常舒服 非常享受的东西 不会腰酸被痛的 那么 你是腰酸被痛的话 说明你松的不对 我们松透之后 它自己像一滩稀泥一样 它自己往外走 它自己这个骨头放在一叮 然后它自己就向外去了 它自己就向外去了 它自己 它自己是向外去的 向外去的 你要向下松 它就向外去 刚才我们举这个例子 对吧 一滩稀泥 我们一点点往上叮 它是往外滑的 你下步一滑的 你下步一滑稀泥 它滑在地上 它是往下滑的 滑在地上 对不对 那么 这个放松的概念 放松的 松开 这叫松净 松透 那么你知道这个和不知道这个 关系都不大 都不大 就是你真正松透了 下下松透了 松成了 松透了 它自动 它是开的 它是开的 如果你没有松开 就是你一定没有松净 或者没有松透 你有某个地方 你是胯 比如你胯没有松 你胯没有松 你胯没有松 你光尖松了 但是你这一块都开了 但是你胯没有松 所以呢 你就松不开 你人就分不成两半 分不成两半 这就是松开 这就是松开 今天我们聊的关于松开 就是要在松透的基础上 它自己去开的 不是自己去用静往外开的 这个 我在公园 这个我在公园 这个我在公园 看到别人 在焦态一旋的时候 有的老师 他就告诉你 你这个没有开 开 这个气没有开 开 要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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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呢 那个学的人呢 他就用静再往外开 它用静往外开 它用静往外开 那就怕大错特错了 一点静都不能用 它是自己 你看 细泥 我们说一摊 细泥 它往下跌的时候 往周围散开的时候 它不是用静散开的 它是向下跌的时候 它摊在开的 你看 你这一步用静 你腿一步用静 它自己自己这些东西 内骨呀 什么东西 都是慢慢像细泥一样的 都是慢慢开的 对不对 那么这就是松透 松静中间的一个松开 不要用静 好 我们今天 我们今天 我们聊的重点是什么 民歌聊太极 谈时不谈虚 就这一点 就谈这一点 松开 什么 不要用静 不要用静去把它撕开身体 那撕开身体那是不对的 那是不对的 我的五十年练太极权的经验体会都在这个地方 就是这个要松开 松要往下松 但是要开 那往下松开 怎么开 你要松透 把胯骨 胯这个上松开 它人就会摊 向下摊 向外摊了 向外摊了 好 那么今天呢 我们明歌聊太极 我聊的关于松开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要松开 就是因为前面的几个视频说的神呀 意呀 气呀 静呀 什么长静短静 所有的所有的静 所有的义 所有的神 所有的太极圈 一切东西都归结到松上 你松不开 松不透松不近 你就很难或者说 不可能找到 神是什么样意识是什么样 什么是节节贯穿呀 什么是气变周身呀 什么是满身 亲力赌头悬呀 什么那些全经 那些全论 你都看不懂 文字上你懂 但是呢 到身上你不懂 他究竟是什么你不知道 就像我们说 人 用刀砍掉一个胳膊 他很疼 他疼到什么程度 到底是什么感觉 胳膊没被砍掉的人 你告诉他 他永远也不会知道 这胳膊掉的 他的感觉是什么 那么每一个没有松开的人 没有松脱的人 你怎么告诉他 神意气 你怎么告诉他 他也不知道那是什么 你怎么告诉他 节节贯穿呀 这个 清零呀 他不知道是什么 只有他自己松脱了 他才知道 哦这样就是这个东西 必须他要自己身上感觉到 好 明哥廖太吉 今天我们关于松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呢 你可以订阅这个频道 我们下次再接着聊 谢谢大家 再见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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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把我放在一起 我可以把我放在一起